俄乌的战事他到底要如何协助 德国是因为要选举所以给武器 拜登是因为选输了所以要给武器 有哪一个是为乌克兰好吗 都是各国自己政党内部的选举利益 你从头到尾进入这个战争就没有想透 这个就是使乱 到了最后就会中气 到了最后一定会把它抛弃 你今天没有下定决心 要打一个战争就必须把它打赢 而不是把它拖然后把它拖垮 角入了这么多国家在这场战局里面 主要的原因我们再回到最终点 就是因为这一次讲了这么久 拜登他都不愿意解禁 但是他突然间这一次决定解禁了 我们现在来探讨这个拜登背后 到底有什么样的政治动机吗 因为是涉及到了一些阴谋论 来自于CNN做的分析我们特别来看 他说即将接任总统大卫的川普 他一直自信的强调自己能够在24小时内结束战争 所以这一次拜登恐怕是要透过解禁 来打击川普希望的做到的就是和谈 那并且拜登希望留下一场风险大争的战争 让川普来接这个烂摊子 让川普来接手 等于是拜登挖了一个坑给川普来跳吗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来做解读 我们看到拜登卸任还有两个月 后续川普可能还会面对哪一些大麻烦 汉婷怎么看 你看像这个美国跟德国都接着来做援助 但是双方的理由其实有同也有不同 像德国前面老师所说的关键就是要为了选举 你看他跟普丁的通话 他通话的过程呢 他说我们先谴责俄罗斯对吧 这个俄罗斯多坏多坏 然后呢呼吁停战 但请问一下 如果呢他真的只是重点在谴责俄罗斯的话 何必打电话呢 而且这通电话是他主动打给俄罗斯的 所以谴责俄罗斯只不过呢 是他做给国内看的一种大内宣 我有去骂俄罗斯哦 所以你看增加一些自己的声望 选举比较有利 而且呢我们在想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 就送给乌克兰这么多的武器 俄罗斯怎么想 那你德国是不是要跟我对着干呢 所以正因为打了电话 先跟你说 我们真的是希望你们别打了 对不对 那我这边还有一点选举的压力 我不久呢 应该会给俄罗斯会给乌克兰个什么礼物 那你知道我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们别打了 对吧 我还要选举 所以打了电话之后 再送给乌克兰武器 俄罗斯就不会觉得 德国是纯心要跟我对着干 所以关键的目的是啥呢 是他要选举 他希望能够透过在俄乌当中 好像有一点存在感 影响力 来让自己获得选举 那么美国的想法呢 就拜登的想法 就拜登这四年最大的一笔政治遗产 大概就是要整垮 俄罗斯搞了一个类似全球的反俄联盟 让俄乌战事爆发 但川普上来之后 是希望要所谓24小时之内结束战争 那等于要把拜登的这件事情给搞黄了 所以泽伦斯基也很紧张 会不会立刻要他割地求和 所以拜登呢受不了 那怎么办 就是挖坑 这挖的坑啊 就是现在所说的 就是送他可以远程攻击性的武器 因为过去以来迟迟都没有通过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担心会遭到俄罗斯更强而有力的报复 那为什么现在愿意干了呢 那因为即便俄罗斯报复 那也不是拜登任内 也不是我民主党任内 那是在共和党任内 所以尤其我们要看他通过的时间啊 关键就是在时间点 是指说呢 美国军方极了 抓紧在1月20号之前交付完毕 为什么要在1月20号 因为1月20号 川普要正式宣誓跟就职嘛 所以就希望能够在川普的就职之前 赶快把这一批武器交付出去 那你如果是在那之后呢 那可能川普上台就直接叫停了 所以一定要在那之前武器送走 武器送走之后乌克兰用 乌克兰用了之后俄罗斯报复 报复在谁头上 报复在川普任内 到时候你川普呢 就要面临的这个大麻烦啦 到时候俄乌越来越乱 那你的政见就越来越难兑现 所以川普的政见难兑现 那当然对于民主党下一届的选举来说 是有利的 所以这一切就是拜登挖的坑 那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就是俄乌的战士 他到底要如何协助 如何进行 竟然不是根据任何所谓的 军事的专业啦 或者什么道德啦 公理啦 德国也好 美国也好 想的是啥 都是自己的利益 德国是因为要选举 所以给武器 拜登呢是因为选输了 所以要给武器 有哪一个是为所谓乌克兰好吗 有哪一个是为了所谓世界局势好吗 都没有 所以当然这一切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 或者是军事的专业 有的都是各国自己政党内部的选举利益 好 所以我们持续看到这个美国啊 或者是德国都是为了这个政治的压力在 所以他们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但是如果我看到其他的欧洲的这些同盟国好了 他们同样也有政治的压力吗 还是他们主要担心的是自身的安全 有没有可能来建国防军 甚至跟美国脱钩建国防军 等一下张静老师来带我们看 我们先来看到这一位是法国的前总统 他最近做了一个表态 他说川普说过的言论过于激烈 但是呢他认为川普还是会以更过分的方式去实行 他也表示川普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投降 这让乌克兰人是难以忍受的 同时他也说这对欧洲来说根本就是一个侮辱 我们现在看到面对川普可能他希望能够终结俄乌战争 德法接下来会怎么面对即将要带来的战术冲击 这会让刚刚提到的嘛 就是欧洲国家就紧张自身的安全了 所以会加速跟美方脱钩来建立自己的国防自主的一个脚步吗 张静老师有什么解读 我其实要讲就是说我们人性其实是怠惰的 这个欧洲仰赖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去撑腰 然后由北约去巩固他们安全 其实就有点像引证止渴 你知道他政客只图一时之力 不去思考长久之弊 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 这个就是说即使我不喜欢你 但我还是要跟你绑在一起 所以美国并不是那么容易摆脱 就算他要自己去建他的所谓的欧盟的联军 这个计划已经喊了很多年 但是这个整个进度是非常之慢 更无情的数字是从2022年到现在 其实那个就是欧武冲突 早在2014年就已经开始了 这么多年以来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欧洲哪一个强国 就是说他的国防预算以高速的成长 但是没有 仍然是很维持稳定 后来是2022全面爆发 大家把以前存在那边清仓的武器 全部都一股脑拿出来 然后才有去补足这些库除的武器 但整体的预算有没有增加 没有 那就是说他占GDP的百分比 有没有显著的变化 没有 有没有去改变任何的法条 希望扩大征兵 或者说是把现在志愿役的部队 然后恢复到以前的所谓的征兵制 或者兵役体制 答案也是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说欧洲社会成名已久 这个恶物冲突 他们也就早就厌倦 欧洲有非常不光彩去牺牲盟友 而且去背叛自己盟友的慕尼黑会议的历史 所以在这种整个战争已经湿老兵疲之下 我还是要沿用刚才一句话 你从头到尾进入这个战争就没有想透 这个就是使乱 到了最后就会中气 到了最后一定会把它抛弃 这就是人性 也就是说你今天没有下定决心 要打一个战争就必须把它打赢 而不是把它拖 然后把它拖垮 没有人希望 就是说把一个事情给拖垮 美国进军阿富汗还有进军伊拉克 搞了20年最后灰头土脸出来 所以我们只是告诉你 就是要不然就不要打仗 要打仗就必须快刀斩乱去把它解决 最明显的例子 亚历山大大帝有一个希腊的小说叫 Grosian Nut 这个国王为了保证他的王位一直在那边 他弄了一个结 那个结说看他怎么打开 就可以讲话就可以有权力 亚历山大大帝拿刀一挥就把它砍掉了 很多处理事情就要快刀斩乱 所以今天假如要和平就要坚持下去 假如要战争就必须翻脸无情 一步到位绝对不能把它拖长 好所以这场战争到底会怎么样的结束 这个也关系到是接下来的和平计划 还有俄罗斯他现在到底他的态度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 我们来看到彭博社的报道 目前是这个土耳其的总统艾尔段 他打算再把这个G20的峰会上 提出的这一项俄乌的和平计划 我们来看到这项计划的内容是说要冻结战争 并且这一项的和平计划内容也特别提到了说 在乌东顿巴斯这边要建立非军事区 那国际的部队也会驻防来换取乌克兰 至少接下来十年都不可以加入北约 所以打了半天最后还是说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 这项和平计划都还没有正式让克公看 或者是正式的提出来 但是克公已经回应了 他说冻结前线他不可以接受 因为克公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你乌克兰得完全的投降 我们看到俄罗斯到现在 还是不想要来做和谈的意思吗 那他也曝光了底牌 我们刚刚看到克公这位发言人 他特别说了 最后的底牌就是乌克兰要完全的投降 那等于说未来川普正式上台的时候 他得做出什么样子的一个决心 来跟俄罗斯谈判吗 汉婷怎么看 这个和平计划比先前传闻 共和党提出来的和平计划还不靠谱 共和党传闻提出来的和平计划是 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二十年 对吧 二十年内呢 北约就帮助他各种的军事协助跟支持 那俄罗斯当然不可能答应嘛 因为我们讲二十年也好 十年也好 对个人来讲是非常的长 但是对国家的命运来讲 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那就表示我不打你乌克兰 十年二十年 然后呢你二十年之后再来打我 你十年之后再来打我 十年之后加入北约 那到底我打这场仗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俄罗斯的立场当然是乌克兰 永恒不加入北约 或至少叫做九十九年不加入北约 那对俄罗斯来说才有一场战争意义 胜利的意义 否则只是争取个十年跟二十年 对俄罗斯来讲帮助不大 所以接下来呢 几个因素都会让乌克兰的日子更难过 第一当然是西方的各种资源呢 有可能会下降 因为大家都预期当川普上台之后 按川普自己的讲法 或者是各种的主流观点 他会停止俄乌战争 那西方就会停止给乌克兰的援助 所以没有援助了 乌克兰肯定更难打 那第二就是俄罗斯接下来会进攻的更加猛烈 所以呢因为你也不打了 或者你也不给更多的武器了 当然了那乌克兰等于就是最弱的时候 最弱的时候俄罗斯肯定是要加大攻击力道 那怎么可能会说你现在很强 然后呢这个对吧 然后弱的时候不打你呢 所以会而且也要为可能即将到来的俄乌谈判 做更多的准备 所以在战场之上 往往是所谓的停战之前 什么和平谈判之前 是打最凶的 比如说韩战 他就是在所谓的谈判之前 打的反而是最凶跟最惨的 叫上干领之意 那么接下来俄罗斯很显然的 他就会加大对库斯克地区的进攻 力争在川普上台之前 收复俄罗斯既有的失地 因为即便现在普丁在跟肖茲的通话讲 要以所谓的新领土作为界限 那就是我打到哪里就算哪里 可是一方面 因为俄罗斯目前来说 也是有一些领土被乌克兰攻占的 所以到时候变成是 乌克兰占了一点俄罗斯土地 俄罗斯也占了一点乌克兰的土地 好像对俄罗斯来讲 这个不叫做胜利 所以对俄罗斯一定要干嘛 就是我不仅要多吃到乌克兰的土地 我还要先保证 我本来俄罗斯的国土 也要全部都收回 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 一定会加大攻击的力度 对待库尔斯克的进攻 先把所有的国土都收回 此外再对乌克兰 进一步地多吃它的地皮 能多吃一块吃一块 假设未来有所谓的谈判 假设未来有所谓的停火的条件 所以接下来乌克兰也是在为 可能的停火条件在做准备 是啥呢 那当然是在库尔斯克 它要全力地防守住 甚至有可能在进攻 但实际上不太可能 第二当然就是既有的所有的县 乌克兰也都要能够守住 但是越来越困难 因为包含现在我们所说 美国提供援助啦 德国提供援助啦 这个都是短期跟现在的 因为随到川普上台之后 他必然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就是逼得双方尽快地停火 所以在可能的停火之前 双方当然都是越打越凶 和平之路遥遥无期 好 谢谢汉庭 好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来关心到的是 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虽然呢 我们一直在关心的是 11月18号这一天 他正式地批准了 乌克兰可以使用的是 远程武器 ATACMS来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 但是他这个ATACMS 究竟会用在哪里 战力到底如何 今天我们回来一次的做解密 引发了各界的讨论 来看到的是针对此呢 斯洛伦斯基他先卖了一个关子 他说相关的这一些消息 都还没有公布 但是呢 接下来可以看到的是 飞弹让自己来会说话 不过务实的来看 ATACMS 他的这个战力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到他的小档案 目前得知他的射程是达到300公里左右 是没有办法达到首都 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的 还有一些俄军他里面的一些正军的重镇 因此他更可能这一次会用在打击 就是临近的库斯克了 而特别提到库斯克我们就要来看到 现在库斯克第一线的战况又是如何 两军现在俄乌呢 持续的在奋力的交火当中 那俄军他已经一共是投入了5万的军力 在这边做强攻 乌克兰的方面同样的派了大批的军力 目前部署在当地一共是15个旅的作战兵力 接下来根据最新消息指出 还会在加码投入6个精锐旅在这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库斯克整个战线都已经变成无底洞了 乌克兰就算在把ATA、CMS跟他的6个精锐旅 都投入到库斯克地区 能够来扭转目前看起来非常不利的战局吗 我们看到在拜登宣布解除用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禁令之后 这款ATA、CMS在战场上发挥的战力 会有可以看到什么样子的不同吗 会变得更强大吗 张建老师怎么看 我想这个兵力逐次投入 战力分批运用时乃兵家大计 逐次消耗时乃下下策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决心要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就必须集中火力跟兵力 以雷霆万军之势 一色击溃敌人 但是从2022年的2月24号战争 全面升级到今天 所有欧美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其实是唯德不足 而且就好像今天 它在支援乌克兰这个拳击手 跟俄罗斯这个拳击手在打架的时候 在拳赛的时候还把它左手绑在那 现在咋把它释放出来 我想赌局你可以逐次加码 然后增加悬疑性 把别人调上口 可是战局一定要集中 所以我们从这边 就是说要理解到 就算这时候把这个就是短程的导战 这个就是送进去 然后去使用它 我们要提醒到战场上没有任何的王牌 也就是没有那个Trump Car 当初很多谣言出来说 海马斯去了就会扭转战机 这个M1A1战车去了就会扭转战机 F16加入战场之后 俄罗斯都会溃败 一变一变的神话 最后都变成空话 所以这个就算加入 也不可能真正扭转这个颓势 没有任何一个万名单可以保证制胜 而且去制胜江场 而且去扭转战局 只是从这些的过程之中 我们只能讲一个 这个欧美支持这个乌克兰 去消耗这个俄罗斯 这个阴谋是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暴露 所以这个到最后 假如逼迫 他要放弃某些土地去停战 我只能用这个诚语之中 使乱中气来平定这个事情 好 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武器 可以说是万灵单 不管是ATM、CMS或其他的款 但是如果说很多的国家 一起相继的投入帮助乌克兰 是不是有可能来改变战局 还是说我们现在看到 如果其他的国家加入的话 会让这一场战局变得更加的扩大 不只是在俄乌之间的这个世界大战 是要爆发了吗 我们来看到在拜登宣布解禁后 其他国家 确实有一些国家要跟进了 尤其是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德国 德国他有点 看到这个态度上面的转向 原本他不愿意提供他的金牛做飞弹 但是根据最新的消息 这个是来自于德国的图片报 所做的一个最新报道 德国确实他现在准备要跟进了 要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 就是这个4000架的AI无人机 根据了解这些无人机具备 也可以高度辨识环境的功能 所以他被称作是迷你金牛做 不是金牛做 但是至少他是迷你金牛做 但是比较吊诡的事情是在 总理德国总理萧之 他的态度上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 现在说他提供武器 但确实在11月份 11月中的时候 他曾经致见给普丁 而且当时他跟普丁通话 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说服你普丁可不可以软化立场 我们现在看到肖子对普丁通话 释出这种和平信号 但是不到一周 现在又说了 要加码 给乌克兰援助4000架的AI无人机 到底原因是什么 怎么态度又改变了 美德现在如果都来加入 援污 接下来英国 有没有可能英国也会跟进呢 英国它一直在 乌克兰希望能够开放的 就是它的风暴之影 来打劫俄罗斯本土 那未来是不是也可能成真了 老师又怎么看 我想根据16号 恶德这个通话是两年以来 一直没有通话 我们不光眼睛要看 是在恶物的战场 我们也要回头去看 德国的下议院 德国的政坛 目前三党联合执政政府 岌岌可危 消失才不久之前 才fire了自由民主党的财政部部长 自由民主党跟他们是联合执政 愤而退出执政联盟 所以12月15号 马上在下议院要举行 这个不信任投票 也就是说 苏芝已经是日薄西山 这个最后一薄 假如他不能在这个地方 拿出点成绩 原来预计三月份普选的大选 就是下议院普选 这个基督叫这个民主联盟 已经要提出来 希望把它提前到2月份 假如说不信任投票 12月初后 不信任投票没投过的话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 就是三党的联合政府 非常脆弱 所以这时候是 简直是病急乱投医 赶快再投入 希望能够去稳住这个政角 然后获得一些声望 然后稳住这个政局 另外一个 这个也是蛮自私的算计 就是今天在厄乌战场 用的是乌克兰人的命 来测验各国的武器 所以各国的武器 假如能够用得好 那对于未来外销市长 跟实战验证 等于是拿别人当炮灰 当马前卒 然后去试验这些武器 到底哪些地方要改进 哪些地方要做 所以我们今天 在这个厄乌战场 这个整个战局之中 看到的是非常的自私 贪婪利用 有很多很多的阴谋 所以大家在看 为什么这个苏芝如此之作的时候 不是光看恶乌战场的变化 回头看看 看到他已经祸起肖墙 这个后面是 这个在政坛的地位 岌岌可危 那才是真正的原因 好 肖斯为了自己的声望 还有为了这些政治上面的利益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大动作 但是如果我们扩大 我们的整个范围来看 不只是在德国而已 现在G7整个G7都说 要持续的来援助乌克兰 有没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等一下请汉庭来带我们看 我们先来看到G20 在目前为止 它的最新态度是什么 这是来自于彭博社的报道 G20内部已经开始做评估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韩 它现在持续的派遣多达 而且你看画面上这个照片 十万名的部队 持续的援助俄罗斯 看到北韩这边有这么多人 都投入战场了 所以让欧洲国家看到这边 也是非常的紧张了 那请教汉庭怎么看 乌克兰能够挡得住吗 现在有俄罗斯这么大批的部队 再加上北韩 那一边我们看到 现在有两个大阵营 一边就是西方 加大它援助乌克兰的力道 另外一边 北韩这边 加大援助俄罗斯的力道 现在我可不可以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 几乎这样子的格局已经成形了 汉庭怎么看 要说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然是言之上早 然而呢 当北韩跟俄罗斯的合作 而且是加大到了军力上面的合作 很显然对世界的和平是不利的 对于整体局势的稳定是不利 甚至呢 对中国大陆的利益来讲 也是不利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俄乌的冲突 它逐渐外溢到了其他的国家 那中国大陆对俄乌的处理态度很简单 就是战事不要外溢 不要让冲突蔓延到其他的地区跟国家 不要把其他的国家拖下水 但是当俄罗斯和北韩的结盟 这个结盟呢 甚至是疑似到派遣了兵力 过去到了俄罗斯 那么这个冲突就会蔓延 就会扩大 所以比如说韩国 南韩当然就非常的不爽 甚至尹熙悦扬言说 那他们也要去援助乌克兰 他们也要派兵去帮助乌克兰 所以如果考虑到 就是南韩跟北韩之间 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那么再加上 当朝鲜跟俄罗斯之间的合作 你就会刺激到南韩 也会让南韩呢 他们可能会兵戎相见 觉得要剑拔弩张的一个态度 所以半岛这边 未来的局势也会更加紧张 那么既然半岛会变得越来越紧张 你看本来俄乌战事 就是这两个国家的事情 就算有北约之间的事 那大部分都是在欧洲地区 跟中国大陆没啥关联呢 但如果牵扯到了半岛 那么未来如果局势紧张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 也给拖下水 所以当然对中国大陆整体 希望半岛和平的稳定 以及大家和平的做生意 都是不利的行为 而再来呢 当朝鲜为了自身的利益 就是出兵俄罗斯之后 那么更严重违反了 就是中国大陆本来希望说 只占大家来谈判的一个立场 而且战争进行至今呢 各国都有一个隐形的默契 就是西方的国家 我们可以派什么教官 我们有雇佣军 甚至有什么志愿兵 但是国家的正规军 基本上是不会进去的 没有看到说西方哪一个 正规军的部队 去援助乌克兰 为什么 因为不希望泰势扩大 不希望引起俄罗斯的报复 所以呢 如果现在是北韩的 朝鲜的正规军军队 可以去帮助俄罗斯 那请问波兰的军队 可不可以去援助乌克兰 那波兰也觉得很紧张啊 对不对 那如果乌克兰都没了 那下一步俄罗斯 是不是也会对波兰不利呢 那么其他国家的正规军队 是不是也可以比照 加入俄乌的战场呢 那么当然战事就有可能会 蔓延扩大 然后各个国家都会被卷入 那么当各个国家都被卷入 或事态纷争的时候 中美两大国又势必要选边站 又势必要表态 届时就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 那如果我们单纯来谈到 是在北韩朝鲜的状态 就是随着川普上台的时候 那当然川普在第一任 是非常希望能够跟金小胖 来拉拢来做更多的合作 因为北韩朝鲜他自己要发展 他想要求生存 但是现在因为他可以跟俄罗斯发展 所以他就不想要 再去跟川普合作 或者可能川普的价钱 必须要给得高一点 这个就是北韩为了自己的发展 可是从而来看 那如果美国发现北韩这边 他拉拢不动 那他会继续拉拢谁 当然就继续拉拢南韩 因为美国本来就是想要搞一个 所谓的美日韩的同盟 所以韩国内部 随着川普刚上台 本来也会觉得 川普上台要我们多交一点保护费 我可能还不太想交的 右派都是比较支持 跟美国靠在一起的 但是现在呢 因为朝鲜已经跟俄罗斯合作在一起 南韩压力巨大 所以也会影响到 韩国内部的政治氛围 就是愿意跟随美国的 就越来越多了 那么主张两韩应该要走向和解的 甚至主张两韩应该要统一的 这些人的话语权可能也会减少 那么这一派人士呢 其实过往跟中国大陆 整体关系来说是比较友好 所以如果变成是韩国内部右派站上风 跑过去要一面倒的去亲美的话 对大陆的立场来说也是很不好 所以总而言之 虽然说离世界大战可能还言之上早 但是整体卷入更多的国家是不利的 刚刚汉廷讲到这个正规矩的部分 因为北韩为什么他一定要这么听话 就金正恩的部分 一定要对俄罗斯言听计从 他当然是为了要争取自己国家的发展权嘛 而且也是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跟其他国家交往 或者是谈判的过程中 自己能够有更多的底气 因为不论是从粮食 能源 或者是单纯的经济发展 北韩都要求自己的生存 那么过去面对世界其他先进国家的打压 那当然是要寻找美国打压我 我当然是跟美国的敌人来做合作 而且就在旁边 而且两国本来过去也就有一些交好的历史 这些情节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选择合作 那么接下来呢 北韩也会试图扩大自己在国际当中的影响力 所以借由这次参战 对吧 本来过去几年也没啥人关心北韩在干嘛 对吧 那当他参战之后 他在整个的俄乌的战事上 他就享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 甚至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他也可以横插一脚 说自己有一定的角色 那即便世界各国现在说要来指战 那北韩也可以刷一个存在感 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地位考量 所以北韩为了自己的生存权 以及国际上的影响话语 所以才决定要加深跟俄罗斯的合作 好 是 张教授 我呼应一下汉庭 我觉得汉庭是看到问题的真结所在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立场的话 我就是有几点补充 中国大陆一路走来 对于俄乌战争 就是四个字是基本立场 叫做劝和促谈 这是非常明确 而且在很多地方都讲过 那这一次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在会谈的时候 这个确实拜登有讲说他们相当关切 这个就是北韩的北朝鲜 DPRK送了十万名部队到乌克兰战场 但是习近平从头到尾没有回应这个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很多都是西方的干物 这个西方的媒体在讲 到现在为止没有抓到任何一个俘虏 没有一个伤患 因为你说两军交锋了这么久 你找不到一个北韩长了个北韩面孔的人 唯一一个西方出来的 说这是这个北韩的军官 就一开始成龙演电影的剧照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这个消息的可信度确实是要值得怀疑的 但是在跟拜登讲话的时候 习近平导师 这个斩惊铁也提到 这个绝不容许朝鲜半岛生变生乱 换言之也就是说 因为习近平在过去几年 在安全这个层面上 一直跟强调去跟日本交好关系 然后跟美国交好关系 这个铁三角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们也不希望就是说能够稳定 就是说这个朝鲜半岛的稳定情势 受到干扰 所以在那个情形 这是话中带话 其实是跟川普在喊话 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希望他生变生乱 换言之你到时候要维持这个和平 你也必须要看我的脸色 你知道这是维持和平 稳定也是中国大陆北京的利益 所以国际社会本来就是戳中复杂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件事 假如今天这个北韩的 就北朝鲜的士兵就算参战 他进入乌克兰的境内作战 跟他在库斯克地区 协助俄罗斯把那个乌克兰部队赶出去 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意涵 我想大家今天还是要 之间会有一点差别 另外南韩也为什么越越欲试 南韩曾经派过青龙师 白马师麻雀部队 真正实际上去参与过越战 所以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陈如刚才汉提所讲的 利用这个机会捞点油水 增加点神话 这也不让人意外 第一线战场的最新战况 首先我们来分成陆战 再来看到 先看空战 再来我们看陆战 再来看外援 首先我们先看到的是陆战的 空战的部分 俄军现在持续的推进 那美联社的报道说 索仑斯基已经指出了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发射 120枚的飞弹 90架无人机都大举的 攻进乌国的各地 而且目标是乌克兰的能源 基础设施 这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冬天要到了 那基辅也证实了 指出说这一次的 整体的无人机飞弹 混合攻击是近三个月来 规模已经是最大的一次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现在正在强攻 它的空袭的部分 陆战的部分 尤其要关心的就是库斯克了 乌克兰从8月份以来 大家记得吗 当时他不断的反攻俄罗斯 结果他一度是控制了 库斯克一大片领土 但是近期 俄军也是在努力的反击之后 现在是收复的土地面积 大约已经达到50%了 尤其在这几天又再加大力道 再加上有北韩 一万多的兵力 可以看到这个库斯克的战情 越来越激烈 刚刚说了 我们再来谈到这个外援的部分 根据乌克兰的情报 也显示这几周 北韩提供的大约是 50门的国产170毫米 M1989古3 自走榴弹炮 画面上我们看到 还有20套的这个 多管的火箭系统等等 可以看到北韩也同样 持续扩大它的援助当中 好 讲到武器赶快请 力将军来带我们看 刚刚要提到的是 这个库斯克的前线 我们用到这款武器 M1989古3 是北韩自行研发的 它的战力的部分 其实打仗没有什么诀窍 就跟选举一样 选举是票多的人赢 打仗来讲也是一样 战力强的人赢 战力包括两种 一个是兵力 一个是火力 那现在来讲很明显的 在库斯克尔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俄军来讲的话 很明显它兵力跟火力上面 都具优势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乌克兰在这边 状况是非常的 这个不利 状况来讲 可以激进于崩溃的一种状况 那尤其是朝鲜这时候又加进来 那尤其是这种武器进来 其实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武器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武器我们看这相片 因为觉得它炮管特别长 对 它炮管特别长 它不是什么了不起 那它的口径只有170 170其实不大 170我们台湾的 我们讲八寸自走炮来讲的话 口径是230 我用工字来比较的话 大家都知道 这个230口径 我们八寸自走炮 M111洞 我们每次这个海岸火炮射击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比这个炮弹口径都还要大 所以它这个口径不是很大 但它强在哪里呢 它强在射速可以打很远 因为炮管越长 其实打得越远 那打得越远的好处就是说 打这样来讲 我能够打你比较远的地方 我就打你的后勤设施 然后让你的后勤部队 不敢摆在前面 那你就没有办法持续支援 你每天可以送10吨 这个补给品往前面送的 因为你必须向后拉 你可能每天只能送到7吨或6吨 那就减缓你第一线的战力 我觉得这个武器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武器来讲 其实已经是过时的武器 我去查过 它五分钟 五分钟的时间 大概只能打一到两发炮弹 所以打的数量不是很多 就像我们 我自己本身在国军服务的时候 我知道我们自己那种炮兵也是一样 你看如果到金门去看 还可以看到挑那个炮钞给大家看 人很多 但是速度很慢 你搬很久 装很久 还要调整高低左右方向 还要装火药 然后还要装发射药 其实那个时间很久 然后炮弹打出去以后 你不是又结束了 还要检查炮弹 还要把炮弹擦干净 你才可以装第二发炮弹 但是它优点在哪里 它优点在它数量多 这个当初朝鲜发明这种武器 是它自己发明的 它是为了打首尔 就是它这种炮 射程可以到40公里 它可以打首尔 然后它弄得基本你看光来协助俄罗斯的就50门 它如果当初摆在它朝鲜那边的话 它大概如果说有摆来门的话 你看看如果摆来门炮弹同时发射 就算射速很慢 同时打到你首都里面 像我们如果台北市同时一刹那之间 这个短短半个钟头挨了两三发炮 这种炮弹来讲的话 谁都受不了 而且如果打了都很那个比较准 所以这种炮叫加农炮 加农炮就是射程远 然后近乎于直射 射程比较大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炮管磨损很大 大家不要看中火炮 各位可能想象不到 中火炮大概打200发300发以后 整根炮管要换掉 整根炮管要抽掉 换一根新的炮管 那换炮管是一个很大一个工程 所以我认为说是 北韩提供这50门火炮 对这个俄罗斯有没有帮忙 它当然有帮忙 由于是在库斯科尔现在这种状况之下 然后在这种 它本身就是 这个北朝鲜跟这个俄罗斯 本来就是属于大陆军的炮兵主义的 这种炮兵至上的一种作战观念 所以我觉得这50门火炮 对库斯科尔的 这个乌克兰的士兵来讲 真的是一场恶梦 好我们看到北韩持续的提供 在这个时间点上 俄乌战争打了正交组的时候 提供50门的炮弹 那德国的部分呢 它会不会提供给乌克兰 它所一直要的 泽伦斯基一直要的 这个金牛座的炮弹 等一下我们也会一起来看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 就是因为川普 他明年1月要正式的就任 所以大家担心说 这个俄乌战争可能会提早结束 德国现在难道是 嗅到这种风向 可能会背叛乌克兰吗 因为德国的总理肖茲 近期呢跟俄罗斯总统 通上电话了 普丁哦 两个人将近两年来 第一次对话耶 但是针对此呢 泽伦斯基就很不满 他就痛批说 德国你根本就是破坏 国际对于普丁的孤立 你这么做就是打开了 潘朵拉的盒子啊 那肖茲也赶快说了 他说我们不会背叛你们的啦 我们不会被 这乌克兰做任何决定的 我们看到现在德俄领袖 就在这次的通话之后 这个德国当地的媒体 就赶快做了一个报道 讲说呢 俄军在现在全部的战线上 都掌握了主导权 尤其在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眼前局势他说呢 是对乌克兰非常不利的 那谈到了武器 这个军援的部分 德国的将军 他也强调战争不存在 扭转这个战局的神奇武器 意思就是说 金牛座的飞弹 不会提供的意思吗 这个等一下怎么解读 我们会请华干哥 来继续帮我们看 那俄罗斯为了要制裁西方 也有一些世界的手段 在能源系统上面 做的一些事情 包括从11月16号开始 会停止输送天然气到奥地利 好 这是针对奥地利 那针对美国的部分 则是限制对美国出口的 这个浓缩用 好 我们先来看 刚刚提到这个金牛座飞弹 到底德国是不是就不给了呢 再来就是说 这个莫斯科拿能源当武器 到底有没有用 华干哥 德国联邦军的这个少将 讲得非常好 他说没有一种武器 叫做神奇武器 就是说magic weapon 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意思就是说 泽伦斯基你可以死了这条心 金牛座我们一年前没有给你 现在也不会再给你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moment 你必须要现在就是说 为什么萧之要跟那个普丁谈上话 他谈上话的原因就是说 究竟现在你最大的关卡是什么 萧之一定是这样问他 你想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至少我身为 我德国是欧盟里面的 洋洋大国 我是几乎可以说是老大了 在嘴巴上面不讲 实际上面我就是老大 萧之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因为萧之很怕一件事情 普丁你是不是跟川普 已经私底下已经讲完话了 然后美国当然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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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对不对 那问题是以川普的个性 他不是他自己打电话 也要找人家打 所以他跟萧之一定会有一些认知 跟普丁一定有一些认知 就是有一些共识 那萧之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可以 所以打一个电话给普丁 哲伦斯就很气 怎样 你有个潘朵拉的盒子吗 你要打开来看吗 可以见人吗 萧之就说我们没有背着你 我们也是希望站在你 乌克兰的利益的角度去看 这件事情 但是最后就谈到金牛座飞弹 为什么金牛座飞弹 比较重要 因为就跟刚刚我们所讲到的 ATACMS飞弹 一样的重要 那个是直接可以带过去 可以直接打到俄罗斯境内的 德国啊 你这么支持我们 到底给不给 不给 还是不给 为什么 因为已经到了谈判桌上了 这东西再给你的话 我跟你讲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 好 俄罗斯就出招了 从16号开始起 他就切断了 给奥地利的天然气 你知道每年要输送多少天然气吗 150亿立方公尺给奥地利 不然奥地利没有东西可以用 150亿立方公尺你觉得很多吗 五年前是多少 是1500亿立方公尺 已经剩下十分之一了 俄罗斯说 对不起 这个下个月就不给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不给我给 我那个路线是要经过乌克兰 才到奥地利的 那既然你们现在也不续约 那我们从这个月就断了 奥地利就现在头就痛了 你知道 他现在怎么办 你怎么可以用 这个天然气这种资源 当做武器 让我们西欧国家屈服呢 因为现在 不只是奥地利要用 俄罗斯的天然气 还有荷兰 很多国家都要用 俄罗斯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再不敢想办法 让德勒斯基上谈判桌的话 这些天然气我都不攻击了 所以这个天然气 现在也变成俄罗斯的一种武器 接下来 他也要对美国的浓缩釉 实施限制 就是不再出口 给美国浓缩釉 看美国能不能从其他地方拿到 普丁现在也在出招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说 那打到最好战争 打到最后到底什么时候会停止 尤其川普上任之前 有没有可能更加 打得更惨烈 等一下请委员帮我们看 在这之前 我们看到几件大事 首先是俄乌和谈的部分 乌克兰内部的民调显示 过去一年的时候 有一成四的民众是支持和谈的 那现在呢 到十月份的话 说这个愿意接受放弃部分领土换取 停战的比例已经达到三成二了 这是针对乌克兰的民众 再来G7的部分 他们同样是支持和谈的 第三个事情是 这个欧盟执行机构呢 已经准备要批准 提供三亿欧元 用在国防采购上 给乌克兰做使用 委员怎么看 川普正式上任之前 可能还会打得更加激烈吗 欧洲G7也好 乌克兰也好 从来就是傀儡嘛 那你现在组织川普 让新川普了 那川普说要俄乌和谈 他们有人敢反对吗 当然他百分之百赞成 同样的 如果川普改天连一麻 说我们俄乌继续打 他们这些会怎么样 继续打 这个就是一个傀儡 跟一个组织之间的关系 所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 这个德国 刚才那个干哥我提到说 萧之他是一霸 怎么看都不像 碰到美国就像索拉一样 什么事都不像 被这个哲伦司机洗脸 他们也都乖乖的 连反应都不敢 洗什么脸呢 德国总统说 去年说我要去访问基辅 他说不欢迎你来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发表 赞成我们的言论 金主的总统说要去访问 被洗脸了 好像给他是应该的 欠他的 反正就是一场闹剧 那你们欧洲人想演这种闹剧 现在换上一个 演了更大的川普来了 这些人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你说北韩 这个送兵送炮 刚才那个 这个德国里那个将军讲得很好 战争不存在扭转战局的武器 一样的战争也不扭转 也不存在扭转战局的部队 你光一个北韩来就扭转战局 也不太可能 因为就俄罗斯来讲 他打得顺风顺水 有的北韩来讲 当然助一倍之力 可是这不是影响战局的主要因素 而这种人情 这顺水人情 金正恩做得很舒服 然后俄罗斯也只好给予答谢 因为总比征兵来得方便 又听话 然后要付点钱 北韩就很开心 然后来提供武器给北韩 是不是威吓一下日本跟美国 也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双方面俄罗斯跟北韩相得益彰 各取所需 两个人都得到利益 那你看一看 这两边这么开心 可是欧洲跟乌克兰的关系 就会很凝住了 比如说萧芝打电话去给普丁 哲伦斯基也可以说个两句话 你拿我钱的 你还倒过来 对我指指点点 你看德国有多卑微 有多没面子 真丢死人 你们当时德国二次大战的气焰 一次大战的气焰都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德国这一代人 对不起他们的前辈 那你看看 说川普真的会推动俄乌和谈 说二十小时就可以结束 那也要普丁同意 普丁不同意也没办法 那哲伦斯基让他同意 如果说他现在自己要去和谈 自己要停战 他马上会被干掉 因为乌克兰人 觉得你是外人当我们的总统 你现在还讲这种话 对不对 当然不可能 可是如果有川普大帝的命令的话 那乌克兰人也跟小狗一样 不要跟我讲说多厉害 都会听话的 可是现在谁 普丁为什么要听你话 为什么 当然不是 所以普丁如果是把基辅包围起来 才是真正的战略中的战略 把它包围再来谈 对不对 就好谈了 好 谢谢委员 好 观众朋友 今天俄乌战争的第一线 我们赶快来看到是俄罗斯 持续的加快他的进攻脚步 拿下乌克兰的领土 但是另外一头 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总统拜登 现在是召集了吗 他不断的在赶进度 我们来看到来自于两个 美国的媒体的报道 包括纽约时报 华盛顿日报都已经证实了 还有CNN都是这样说的 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批准了乌克兰的部分 他可以正式的来使用美制的长城武器 来攻打俄罗斯的境内 这是一项很大的一个进展 因为之前其实美国是不允许 乌克兰使用这种远程的武器的 这一项重大政策 主要就是针对北韩部署 他的部队来协助俄罗斯的作战 所以同意了 针对拜登的这些动作 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很不满 他透过二媒来放话重申普丁总统 今年9月12号 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一个警告了 他说如果西方的长城飞弹 真的用上去的话 那么就会被俄罗斯视为 美国和北约组织 是直接来参战了 那么这就影响了改变了冲突的本质 事实上拜登的决定 不只是俄罗斯非常的不满 美国自己内部现在有非常多的声音 也都看不下去了 最新来看到的是川普的长子 小唐纳也跳出来说话了 他炮轰拜登 根本就是挖坑给川普啊 允许巫国用他的ATACMS的武器 是企图要在川普正式上台前 引爆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 留给川普糟糕的局面 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 这位是葛林 同样他在社交媒体上面 也大力的抨击拜登卸任前 试图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跟这个小川普讲的是一样的话 而且他还说呢 美国的现在民意已经很明确的表态啦 就是反对政府你漠视国内的问题 一直去干预在俄乌战争里面 另外是来看到是法国政治家 也表达了不满 说美国为什么要允许 可以让基辅使用远程武器 来袭击俄罗斯领土呢 呼吁这些西方政客 赶快的脱离北约吧 但现在大家最担心 最危险的恐怕是这一项事情 因为来自于乌克兰的 智库座的最新研究分析指出 如果未来川普真的撤出 他的军援的话 那么乌克兰接下来 可能会在数个月内 就投下对俄罗斯 投下他的核弹 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请教 这个华干哥来帮我们看 川普撤出军援 乌克兰将会打核战吗 这有可能发生吗 那么拜登原本并不想要让 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 攻击俄罗斯本土 为什么这时候突然间批准了 原因为何 在这个时候你允许 乌克兰使用ATACMS 也就是陆军战术飞弹 这是一项非常先进的飞弹 坦白讲它最短的射程是300公里 它一打 就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的 重要的目标 如果你放在库斯克前线的话 它甚至可以危及到莫斯科本身 那你今天我现在想请问一下 拜登你在这个时间点决定 开放这个禁令 让乌克兰军队使用ATACMS 是什么样的战术想定 你至少要战术想定嘛 我今天用这样的飞弹 我可以打击俄罗斯的什么目标 你要造成人命损伤 还是要造成俄国的实质的损害 什么叫实质损害 就是说你针对着甚至莫斯科机场 或是重要的这个就是 比如说能源设施来发动攻击 ATACMS才会有意义啊 对不对 其实这个立将军他是专家 等下他来分析 我来讲一下什么叫做核子弹 核子弹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 今天如果说 你乌克兰智库已经没有招可以用了 你是不是在传达 泽伦斯基那种铤而走险的想法 什么叫铤而走险 因为核子弹 在他的研制以及试报的过程中 那都必须非常严谨 否则当年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欧本海默教授 他花了多少的时间才成功 那你现在乌克兰你本身 你有没有欧本海默这样的教授 你有了这样的技术跟人员之后 你有没有试验的场地 而且你说你拥有 号称有7吨的布 其实精炼之后 只要有几十公斤的布 就可以做核弹 但是它的载具是什么 并不是说你今天有了这个炸弹 飞机一挂就可以拿去丢 没有这么简单 它一定要有载具 你有适合的载具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没有适合的载具 因为你的苏凯24不够看 你的苏凯34已经根本被打光了 你要用什么来投资这个炸弹 而且他经过世报的话 他至少要 我举印度为例好了 印度花了20年 今天你乌克兰 你要铤而走险到 制造核子武器去投资到 你的敌国去 那就等于说 你前旅已经技穷 你的招数进进 没有技术 没有技巧了 只能够寄望于核子弹 所以我认为这些 比如说法国爱国者领导人 以及共和党联邦的众议院的议员 葛林他们讲的都是有道理的 你要调起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这是非常不治的 而且我也认为 这个可能是拜登临去秋波的 一种给乌克兰的这种 就是说我开放了 解禁了 然而乌克兰却智库 却变本加厉的 想要诉诸核弹的要求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治的 好 现在真的是离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 越来越近了吗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两个事情 刚刚提到第一个就是核子弹 乌克兰是否发射 第二个就是ATM、CMS 这个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 拜登敢给 但是责任司机敢用吗 这是一回事 将军您如何看 顺便看这一款武器的杀伤力 我先把今天早上最新的一个 俄乌双方的一个状况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这个我们原来认为说是在乌东 还有这个库斯克尔这边在那边作战 但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 俄军攻入到这个基辅北方 叫切尔尼哥夫这个州 这个州是乌克兰的州 那这个现在来讲的话 俄罗斯的部队主动在那边发起攻势 而且已经打到这边来 大家看到这个州就在基辅的北方 那可见的俄军开始已经准备要威胁到基辅 那这是双方来讲最新的战局 那最近这个很明显 就是说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现在包括他基辅来讲 都可能遭受到攻击 所以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才跟美国就是请美国同意他使用 这款ATACMS的这种战术中层战术导弹 那我特别要说明 这个美国自己也把它讲得很清楚 它只是一种中层的战术型导弹 有战略型有战术型还有战斗型 我们如果说把步枪机枪 这个短程的迫击炮当作战斗武器来讲的话 那这个也不会就是战术型 战略型是什么 核子弹叫战略型 东风导弹叫战略型 对不对 我们东风26东风17 这种是属于战略型的武器 那这个300公里来讲 事实上只是一个战术级的武器 OK 300公里来讲 我跟各位讲 它打不到莫斯科 我今天特别去查了一下 如果说是从这个苏梅这个地方 从苏梅苏甲这个地方 它库斯科它已经在那边最近 又到莫斯科有400多公里 它300多公里 所以打不到的 打不到 然后从哈尔科夫来讲 它国境的最北边 距离莫斯科有1400公里 所以这种导弹是打不到的 我觉得拜登给它一种开放这种 只是这个形式上给你好看 那战术我们顾名思义 它是用在战术作用上面 大概攻击 能够攻击的可能就包括到 一些比较后方军事上高价值的目标 比如说是对机长实施攻击 或者是说对俄军的 后勤的弹药库 油库等等这些设施来实施攻击 然后减缓你的攻势 然后来拖长你的这种战术 后勤运补的能量 或者减缓你空中的攻击 我想这种武器大概目前来讲 它能够发挥的功能仅此而已 那大家也不要把这种事情当成太大的一个神话 大家要知道在军事上面 所有战史上面 光靠一种武器 能够改变战争 能够逆转身的 只有曾经发生过一次 那是叫原子弹 对不对 只有原子弹逆转 其实也不是逆转 它只是到最后来讲 美军来讲 盟军不愿意在日本登陆 造成太过多的伤亡 所以说用一颗原子弹结束这场战争 那除此之外 我们很少看到 因为一种武器的发明或出现 然后整个改变整个战局 甚至于说是逆转胜 我觉得这种几率来讲是不大 所以这次拜登 他突然允许使用这种武器 我想只不过就是在战术上面 能够拖延多久 算是拖延多久 然后减缓俄罗斯的攻势 仅此而言 那你如果说要 他因此而能够逆转胜 能够威胁到莫斯科本身来讲 这个可能性不大 但是相反的 你这东西反而更容易激入 这个俄罗斯 因为普京他打这场仗 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他国土的安全 当你美国你突然开放 可以使用这种武器 300公里射程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普京还讲的话 将来上谈判桌 我的要求会是什么 我最起码是300公里以外 的一个这个界限 在确保我国土的安全 我的缓冲区会划到300公里以外 因为你既然敢在这个地方 使用这种武器 以前他是所以说 不愿意说乌克兰加入北约 就是怕北约的这种 远程攻击的武器 摆到这个乌克兰这边 对他构成危险 我们经常讲缓冲区 缓冲区的意义就在这边 双方来讲的话 我不要在你的门口 摆上我可以打到你的武器 你也不要那种 可以打到我家的 这个院子里面的武器 摆到我的隔壁邻居 大概所谓缓冲区 是这种定义 所以我觉得这是拜登开放 这个乌克兰可以使用 这种ATASM的 这种中程战术导弹 我觉得是 当然对泽伦斯基来讲 其实形势上 虽然可能短期之间 可以看到延缓战局的 拖延比较久一点 可是就长期来讲的话 如果将来上谈判桌 我觉得对乌克兰是不利的 因为普京会要的更多 他会要的缓冲区会更大 因为你居然敢用这种武器 代表将来我一定 为了确保最起码的 我的划的这个缓冲区 要在我国境线外面 300公里之外 来划缓冲区 好 如将军所说的 这ATM CMS 虽然乌克兰打不到 莫斯科这个地方去 但是担心的是 接下来和平 谈判的时候 这个普丁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那委员您有怎么看 这样子的话 普丁的谈判的标准 会设得更高吗 会不会离第三次世界大战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了 变得更近了 我们看到拜登做的一切 会不会给未来的 还是他故意的 给未来的川普 留下烂摊子 您有怎么解读 从各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说俄罗斯可以打乌克兰 那乌克兰为什么不能打俄罗斯 所以乌克兰想要拥有远程武器 可以打俄罗斯 就跟俄罗斯现在用远程武器 打乌克兰一样 这个对乌克兰来讲 希望能够打到俄罗斯的任何地方 这本来就是乌克兰合理的愿望 只是有没有能力而已 但是从拜登的立场来讲 他为什么在跟川普见面之前 从来没有去批准 这乌克兰可以使用远程的武器 300公里也算是一个中远程的武器 那为什么跟川普见面以后才批准 换句话说 其实拜登心里很清楚 我就是要给川普小鞋子穿 你不是要停止俄乌战争吗 那我给了乌克兰这种中远程的武器 俄罗斯一定会拼命打 那你就停止不了 所以你说你上任第一天就能够停止 那戳破你的牛皮 对民主党讨回个面子 所以拜登来讲 他的政治考虑多过于战事上的考虑 因为他马上要卸任 而且民主党大败了 就制造一个难题给你川普 就川普来讲 就要决定要不要阻挡这个事情 其实川普的小儿子 在X这个社交媒体上讲那些说什么 你过去给我困难 川普要阻挡是很容易 一点都不难 为什么 你川普只要公开宣布 泽伦斯基跟乌克兰政府上面所有的人 敢听拜登的话 他直接洗拜登也没有问题 你敢听拜登的话 我上任以后 我立刻发布国际通缉令 把所有泽伦斯基的一干人等 送上国际刑事法庭 逮捕到美国来 处决 你看敢不敢 这种话 就川普讲解一点都很轻松 你不听我的话 我反对 你不听我的话 我上任以后 把你们通通抓起来处决 而且把你们在美国时候财产全部没收 泽伦斯基在美国差小1亿美金以上财产 全部没收 那你请问一下 就美国来 这不需要美国法律 他就只要把这些人抓到 古巴的关达 那个纳摩 那个什么 海军基地里面 就要比照那个宾拉登的人 当场处决就好了 你说泽伦斯基会不会吓坏 胆子小的狠 你就看你 川普要不要下这一招 很轻松 两句话解决 保证没这个事 那如果是 川普不做这样的一个限制 这不是远期支票 这很快就可以 60天后就兑现了近期支票 而且他做得到 那你泽伦斯基只要想到 我在美国的财产 你要帮我没收 用战犯的名义 他敢吗 我跟你讲 绝对不敢 胆小的不得了 那你其他的美国的这些 那什么 那个乌克兰其他所谓的军官 将领 官员谁敢做决定 也没有人敢 为什么他很清楚 他如果面对战犯审判 每个人吓死 第一个 那如果川普不下这种禁令的话 那表示川普也默认和同意 那这牌就回到了普丁手上 到了普丁手上 他面临的选择是 他大话讲太多 他讲过了 如果是有任何永和的国家 提供远程物期给乌克兰 打到俄罗斯本土 我就用核子武器 对付那个国家 似同作战嘛 那你普丁敢不敢 下场玩这个游戏 这是个国际政治 本身就是个博弈 你讲的话 你要不要用核子武器 直接攻打玻璃的美军基地 波兰的美军基地 以及罗马尼亚美军基地 要不要试试看 你不敢的话 你普丁就回家包回家去了嘛 你在那个俄罗斯的政坛上 不要再吹牛皮了嘛 那如果他用这个武器打的话 那欧洲就开始进入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核战争 那因为他以前 动不动要对中国克关税 到时候放心 中国全世界最大的军备出口国 每个人都要买 什么关税啊 什么都没有啦 中国就莫名其妙崛起 就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莫名其妙崛起 要有道理 变成世界军工厂 你要从这个最高级的炮弹 到这个最低级的子弹 中国通通有 这当然是笑话一场 可是现在球踢来踢去 这谁发球了 是拜登发球的 这个国际政治就是 世界大战其实都这样打起来的 一次大战也是这样打起来的 二次大战也是这样打起来的 我发球你怎么接球 接受了就开打了 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什么民意 民意调查 民主政治投票 到了战争 什么事都没有 如果是普丁不要的话 那普丁剩下另外一个选择 普丁一直在国内面对 很大的处境跟困难 你不要他现在 或以赴很威风的样子 他被俄罗斯国内里面 一直在争议一件事情 你为什么不消灭乌克兰 这是基本议题 那普丁打法就是要慢慢的弄 慢慢的弄 死伤不要太多 消灭乌克兰直接进攻基辅吗 有什么难的 对不对 不听话何止往基辅丢两棵就解决了 不是什么 学美国丢广岛跟长崎 那为什么不改 你还留着基辅活着 只要求乌东的土地 那就叫北约下场 大家来说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